對於民進黨的龍中佩成形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就批評綠營北北桃三位提名人 都是落跑人選 朱立倫也宣布 侯友宜將會爭取連任新北市長 蔣萬恩則表示說 會跟侯友宜推出跨域治理的政見 至於臺北市的副市長 黃珊珊何時會辭職來參選 目前態度依舊低調 批評陳時中與林志堅 辭職參選 想選臺北的林佳龍也改選新北 朱立倫除了炮火猛烈 對向民進黨也證實 新北市長黃柚宜將會爭取連任 但沒有透露何時正式提名 就要解黃柚宜17號將和國民黨 新北市議員參選人拍攝競選定裝照 對於選舉相關議題 黃柚宜不願多說 只表示把市政做好 是眼前最重要的事 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 則是到台大參加七年營隊活動 搶攻年輕選票意味濃厚 在後遺確定爭取連任新北市長之後 蔣萬安表示將會提出跨域治理政策 蔣萬安的對手之一 現任副市長黃山山市政行程滿滿 一早陪同市長柯文哲視察環南市場 下有代替柯文哲出面宣布 重啟重陽敬老金政策 還出席大道成情人節煙火活動記者會 但對於選戰議題不願多談 黃珊珊透露 這場記者會原本是副市長蔡秉昆出席 但因為生病由她代班 外界認為這場意外將可能打亂 黃珊珊原定八月辭職參選的計畫 她對此低調重申 目前以市政為重 記者張志雄 謝震寧 張國良 陳信龍 台北報導